在新时代炼兵备战中,空军加快追进防空反倒能力建设,全时代战,随时能战,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竹竿更长,更硬,更准。 防空反倒是空军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军兴军这十年,空军形成了远中进程,高中低空想结合的作战体系。 新计划条件下,防空反倒能力全面提升,构筑起捍卫国家空间安全的蓝天盾牌。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防空反倒装备建设是根据国家安全发展需求和我军装备建设发展规划而组织,实施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地区。